视频和以南一起领略大千世界吧 说到飞机上最靓丽的风景线 那一定就是美丽的空姐了 不知道是否有人注意过 在长途飞行时 空姐是怎么休息的 很多网友表示 知道了这些隐秘房间后 感觉就像是发现了新大陆 大家平时也许只注意到了空姐的美丽 但其实空姐的工作也是很辛苦的 尤其是飞外行的时间较长 精神要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从而更好地处理飞机上的突发情况 航空公司为了能让空姐休息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服务乘客 就为他们设置了专门的休息房间 这些房间大多非常隐秘 不仔细看的话是发现不了的 在机舱顶部和飞机前后部位 都会有一些小休息室 但是空间十分狭小 人进入都要弯着腰 并且如果飞机飞行过程中 遇到了高空气流发生颠簸 空姐还很可能会从床上滚落下来 因此也是十分危险 所以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它的难处 大家认为国内哪家航空公司的空姐最漂亮呢 快在评论区和以南说说你的看法 喜欢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下期视频和大家再见啦